星光叛讀,实弹军演,已在以战速统,作者曾财安 2022年8月10日,解放军六日围台演习结束 期间,战艦、战机在台湾海域来去自由,导弹雪打变打 精彩的过程振奋了全体国民,也大大地震慑了蔡英文与台独分子 同日,中央政府发表了《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八皮书 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统一的最佳方法,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八皮书的发布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收复台湾的决心 其内容搶列了收台的路径、方法和前景 如今,解放军在黄海、渤海等海域的演习还在进行当中 目的明显是震慑那些蠢蠢欲动,意图趁机来犯的敌人 让他们看清楚现今的形势,由八国联军侵华八日梦中醒过来 不过,中央一再强调,武統绝对是最后的选择 因为如果这样就会玉石区分,伤及无辜 虽知道,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台湾,台湾人民也是我们中国人 在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两个近代历史事件 从中体会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民族大义思路 同时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未来的路向 1927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秋收起义 受挫后带领近千鸿军战士,来到了井江山 计划在当地重整队伍,装大革命力量 当时在井江山一带有两股本地武装队伍 原居山下茅平的一股由袁文才带领 山上赤平的另一股則奉王座为首领 原本是前清秀彩,但很早前加入了陆林 近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革命思想薄弱,王座几乎目不適丁 是一个典型的山大王,和袁感情好好 事事已圆,马首是瞻 两人各约有100多号人,六七十条枪 是当地的最大非国民党武装势力 毛主席领军于山下三湾驻扎下来之后 在整篇军队的同时,即著名的三湾那篇 写了一封信给缘,希望他能够答应红军在井江山下脚 袁虽然名义上是共产党员,但山头主意色彩龙口 立即联同皇一起拒绝了毛泽东主席的要求 只派人送上一些粮食、银元、打法 红军干部对此极为不满 他们以为袁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却毫无革命精神 毛主席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直接以武力 将这两股小势力消灭,占据井江山辨士 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毛主席独排众矣 主张以政治方法处理事情,除非对方真是名还不灵 毛主席香港安部门解释,以红军的兵力 灭掉袁、黄、两股各八多人的武装力量异如反掌 看似直接了当,实质后患无穷 毛主席说,红军到井江山的目的是优整队伍 同时扩大革命力量,如果一来就此强动武,战斗一起 当地农民组成的袁皇队伍难免有所四伤 如此就会与当地农民结下不解仇怨 若真如此,莫说是壮大革命力量 到时后红军就连在井江山蜡烛都有困难 失去了当地民众的支持,队伍再强又有什么前途 最后毛主席孤身与袁见面,以大意点化袁皇 二人从此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 领着当地民众为早期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建国后毛主席益述说,自己身平最难下的决定有两个 一个是出兵朝鲜半岛 另一个是决定与国民党展开全面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力量只如200多万 武器简陋缺乏,同国民党的400多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 但天中奇才的毛主席却对战胜蒋介石空有成竹 不过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120多年的战乱 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亦需要复原建设国家 毛主席实在不想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内战,自伤残杀 在日本毛条件投降后不过两个星期,毛主席就孤身犯险 连同周恩来在1945年8月29日飞到了重庆 和对他恨之入骨的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在长达过多月的谈判之中,毛主席屡作让步 希望各共两党能够真正握手言和,共同振兴国家 但蒋介石却不断玩弄阴谋 意图在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后再来一次残杀而己 和谈最终没有结果,但毛主席以大局为重,同意继续商议 并在10月10日和蒋介石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地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毛主席被逼作出反击,全面内战爆发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在某种意义上,收复台湾是解放战争的延续 从以上两件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和平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 亦是全中国包含台湾人民的愿望 只要蔡英文和民进党懸崖立马 不再在台独的邪恶路上越走越远 中央是绝对不会在所有和平选项都失败之前使用武力 但这绝对不是示弱,而是珍惜生命 爱护人民的王者表现,事前事和,就看蔡英文等人了 几十年来的臥身尝胆,十年来的励兵抹马 一切都是为了完全统一祖国河山 解放军近日的军事演练就是政治上的强势表态 今日美国的子老虎形象已经被却穿 蔡英文等台独分子的片人把势也完全破产 我相信台湾二千多万民众大多数是明智之人 这一次自然会看清楚世界大势 肯定会在民族大以下作出最符合中国人和台湾民众的选择 或者是解放军这一次对台唯而不公的最主要原因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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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